我見到其中一位師傅拿著一件很重的東西 然後你們一群同事一起衝過去幫忙搬 這件事給我感覺到你們公司的團隊精神是不錯 令我印象很深刻 其實這段時間和你們設計師相處非常好 因為我們都屬於比較多問題的人 有時想起問題,有時是晚上,有時是星期日 我們都會立即問設計師 但他們都會不嚴其煩地回答我們 而且都很尊嚴,也都很有禮貌 所以我覺得和你們設計師相處非常好,非常專業 這次這個單位屬於比較新的村屋 但單位依然是五門歸深的格局 令單位沒有完整相對的牆身 可以擺放電視和梳化 所以設計師就做了少少巧妙之處 為了令客飯廳的傢俬在擺放方面更加整齊 設計師就在客廳比較中間的位置 加上一個T字形的到頂櫃,用來擺放電視 而且也有空間可以放花一部鋼琴 客廳本身最完整最闊的牆身 就可以用來放梳化和餐桌 我們雖然只有四個人 但我們的雜物其實都挺多 所以我們都希望在這個設計裏面 盡量多收納的空間 令到我們的單位不會有太多的雜物出現 現在出現的成品都真的有很多空間給我們放東西 看不夠長就能夠放牆身 對呀,加上到頂電視櫃 又可以儲物又可以做分隔 櫃除了漂亮之外,還有一個特別位置 這裡有一個側拉架可以做鞋櫃 地下出出入入就方便擺鞋了 最喜歡這麼實用的設計 不過整個單位說最喜歡 我都是喜歡飯廳的卡座多些 護主要求要有很多的儲物空間 所以設計師就將這邊劃分做飯廳的區域 而且加上一個L型的卡座位 椅底還可以增加收納空間 增加儲物量 而且坐上來還很舒服 誰知道,轉個位置 這裡還有一個到頂的展示櫃 它的設計更比外面的餐廳更漂亮 對呀,你又說想看看主人房的樓梯 是怎樣解決的 你還不去看看 對呀 以前我們在電視都見過 貴公司一些單位的示範 我都覺得你們公司裝修的單位都挺漂亮 所以有些印象 在我們需要裝修的時候 我太太在網上都找了 你們貴公司原來在石門有一個門市 在溝通的過程 都了解我們的需要 所以選擇了貴公司 主人房選了設計以高儲物量為主 搭給地台加到頂衣櫃 增加大量儲物空間 大型灰色床背板 帶出高貴的格調 而且家具上都加入了花線增加歐陸感覺 不要以為這個是主廁門 因為主人房這裡本身有個樓梯底的位置 在房間裡那麼奇怪 設計師就加了一道門去做修飾 令這裡變成一個廚物室 對於這個設計最滿意的地方 其實就是我兒子和女兒的房間 因為在設計的過程 設計師確實是問過他們兩個的喜好 而他們兩個的喜好 確實也融入了我們子女的房間裡 所以我和小朋友都很喜歡這個設計 女女房以少女感覺設計為主 以白色配搭薄荷綠加上花線粉色 令到女女房氣氛優雅 而且帶有一點點清新的感覺 最印象深刻的是 到了就來員工的階段 當時有很多師傅一起來幫忙 我看到其中一位師傅拿著一件很重的東西 然後你們一群同事一起衝過去幫忙搬 這件事給我感覺到 你們公司的團隊精神幾不錯 令我印象很深刻 而兒子房就用了兒子最喜歡的漫畫角色 去做房間的設計主題 完美將姐姐的喜好 融入在她生活的空間裡 而且房間按護主的要求做了子母床 方便親友可以在這裡過夜 設計師都利用窗邊的位置 做了一張比較大的書桌 書桌下方有側拉架 可以收納大量的書籍 如果將來我自己再裝修 或者我有朋友想問有沒有好的介紹 我都會推介設計情報中心 如果想了解更多 歡迎瀏覽DIC的網站 網站上面除了有千個真實客戶滿意個案 和近二千個參考個案 不斷持續更新之外 還有大量真實設計和3D效果圖 DIC的每項工程步驟 都必須嚴格遵循三大國際ISO指引 當中包括質量管理體系 環境管理體系 和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 設計情報中心是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 進至工程有限公司 持牌進行相關的裝修和小型工程 而且DIC還推出了自家會員計劃Dpoints 提供一個全新優惠平台給客人使用 只要登記成為會員 無論日後是自己裝修 還是推薦親友選用DIC 都可以輕鬆賺取Dpoints積分 凡是DIC的舊客戶 成功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面 著名推薦人的姓名和Dpoints會員號碼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最高更可獲得雙倍Dpoints積分 就算推薦人未曾為故DIC 只要成功登記成為Dpoints會員 而且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面 著名推薦人的姓名和Dpoints會員編號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都可以獲得Dpoints積分 客人可以透過Dpoints內的積分 換令各式各樣的禮品和服務 現在就立即成為我們Dpoints會員 一起賺取無限獎賞 想知道我們的工程限額滿了沒有? 那就要看看設計情報中心的DIC開單 及工程統計圖表 設計情報中心擁有自家設計師和裝修團隊 並不是平台式經營 無故準時和高質素的服務 令客人對我們有更大的信心 設計情報中心為客戶著緊每一個步驟 確保工程質量 每一個部門進行的每一個步驟 都必須遵從我們的公司管理文化 以及嚴格按照國際標準ISO的指引 由於設計需時 為了確保工程的質素不受影響 所以設計情報中心不會攬接工程 因此設有接單量的上限 每一位來到門市和設計師會面的客人 都可以由DIC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當中 看到工程的統計圖表和分佈地圖 客戶可以了解到設計情報中心 現在有多少單在負責的工程 所有的資料都是實時更新 顯示現有工程和上限的比例 只要一達到工程上限 設計情報中心就不會再接受新的工程 確保我們的團隊能夠以最高的水準 去做好每一單工作 正正是因為我們有這麼高水準的管理 以及堅拒攬接工程的服務精神 所以我們才可以成為眾多客戶喜愛的室內設計 以及裝修一條農服務公司 設計情報中心引入了最新技術 In-Ray Machine 融合了AR和VR的科技 輕鬆地令大家可以更換室內環境內的 裝修素材和顏色 不需要等收樓 設計師亦不需要再上單位度尺 更加不需要再花長時間等設計圖 更加不需要再花長時間等設計圖 來到DIC 和設計師初次會面 不用下訂 不用等收樓 不用上單位度尺 只要透過In-Ray Machine 單位間隔和傢俬擺位都一目了然 還大大減低了溝通上的誤會 In-Ray Machine 引入3D VR技術引擎 配合AI智能設計系統 有多種風格和裝修物料以供選擇 無論是長子、油漆、地面、天花板 都可以一鍵轉換 即時感受多種設計風格 就算有選擇困難都沒有有拍 而且可以360度無死角視察單位間隔 調整視線距離 就像親臨其境一樣 漫遊單位有一種更真實的視覺體驗 如果想看到更詳細的單位和傢俬設計 又想快人一步體驗全港首推的 In-Ray Machine 3D單位設計 就要來設計情報中心找我們的設計師談談 DIC In-Ray Machine 用想像見未來 快點來設計情報中心優先體驗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hou… GFR M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